在刚报纸讯息是不少民众爱囤药 健保署最新统计了降血压的药物 就是病患重复用药之冠 今年第二季的检核资料就发现 光是降血压药物就重复开了1,210万元 一年下来恐怕会超过5,000万元 健保署宣布10月1号之后 国内的各医院诊所及药局 如果在给药的时候 没有先使用云端的药例 查询患者的用药记录 而让患者多拿了不该拿的药物 院所药局将会遭到该属查核 核扣药费以及药室服务费